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旨在分享室内设计,装修技巧和DIY之类的视频 所以说你要是有兴趣一定要关注我 今天呢我打算做一个墙化的DIY 其实我还没有完全的决定要放在哪里 有可能放在,我们去看一下 因为我门廊的这一面墙有可能不会动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用了大量的黑色,白色,还有蓝色 所以说这幅墙化的话有可能会用至少蓝色和黑色这两个颜色 然后目前的话我计划应该是放在这面墙上 因为这面墙现在稍微有点空 所以正好和旁边的颜色做一点搭配 我还计划要做另一个DIY 所以有可能也会放在这儿 那我的第二个选择呢是 放在楼梯上面的这面墙上 我可以两个都做完之后再决定 至于设计方面的话 我在Pinterest上面找到了两幅画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可能会朝那个方向设计 那我们就开始吧 材料上面我选择了这种普通的在Michael's就可以买到的硬质版 以前我也用过那种卷的卷纸 但是我觉得太薄了 这个可能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是在Akia选的相框 我觉得除了价钱很好之外 我很喜欢它外面是黑色 然后比较简单的设计 然后和我家进门的那个照片墙也很搭 所以我就继续的选择用了这个 然后这些涂料是我家本来就有的颜色 应该大部分我可能全都要重新的搭配一下颜色吧 目前肯定会用的是黑色和蓝色 但是这个蓝并不是我想要的蓝 所以看看一会儿怎么样能够调出我想要的蓝色 然后这里是一些白色 然后还有一些画笔 那我们就开始吧 在这里我先用铅笔勾勒出了伦朗 但是粉色的部分我并没有画 因为我打算用淡粉色 我怕最后遮掩不住铅笔的印记 在画之前我测试和比较了一下马克笔和黑色涂料的不同 和它们的效果 然后我比较喜欢马克笔 所以这里我就选择了用马克笔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用黑颜色的涂料 小灰色码笔 1-2006个黄色的颤色 涂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在涂料干了之后还是能看见刷子上色的方向 所以从这里开始我开始都朝一个方向上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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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粉色的这一部分我觉得稍微太空旷了 所以我就用黑色的马克笔做了一些点缀 这里我用黑色和蓝色调出了深蓝色 虽然在这里有一点难看出来区别 但是现场还是很明显的 这样我觉得差不多就ok了 我们等它干看一下效果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适合这个颜色的搭配 但是希望能给你一点灵感或者是启发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希望你能给我点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关注我 我是Nancy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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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